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选讲对局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赛场综合的情况 对 这是比赛的赛场 起手在进行比赛的一个情况 这次有14支队伍要争夺 近期的三个名额 争夺还挺激烈的 对 非常非常的激烈 直到最后一轮的时候 这是云南的张文彤 这是广东的徐云川的太太 对 是小将 没错 不仅有知名的骑手出战 还有很多年轻的小骑手 这是安娜 代表广东队 石凤兰 广东万里龙队的骑手 石凤兰本身是广东碧谷园的骑手 胡老师 胡老师到亲自度战 所以这次上角 女甲规格很高 特技大师胡荣华老师 然后柳大华老师 这都到了赛场 徐云川也是亲自前方督战 所以这个比赛呢 徐云川是自己带了一个队伍 然后她太太呢 又代表其他的队伍也参赛 对 那好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花儿朵朵开 这个精彩分城的女子骑手的比赛 这一盘骑呢 是万里龙的石凤兰对阵 代表开轮集团的董波 中炮队防御马 对 马尔印三 董波呢 也是一个比较资深的老骑手 对 但是他的骑呢 确实呢 保持状态还是非常不错 就是 而且他没有在专业队里面 现在还能保持这么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很不容易 董波的去年呢 在全国个人警方赛上还打入前六名了 对 在以跟他这个 比他小了一二十岁的很多人 去这个争夺这个比赛 像七进五 这个棋呢 就是形成了 这个武器炮 就是红方采用的是武器炮 进三兵 对反攻马 这个右炮峰区的这个 对 非左向右炮峰区的典型 对对对 这个会下成一个双气兵的 双气兵的这个棋呢 据说呢 就是我也没有经过考证 据说是由这个河北队的这个老帅啊 刘电忠 刘电忠是下出来的 这个他想出来的 也是 其实挺有 挺有想法的 思路的 而且他到现在也是一路非常这个 被大家认可的一路变化 对就这路变化呢就是红方得冒的风险呢 也比较大 对 因为红方要 弃兵 你就要有物质的这个损失 对 但是呢 红方呢 子力进行的速度比较快 也是得到了很多这个 洗雾耗杀的洗手的血 对 抓紧死 对 老师的走法都是走足三平二 嗯 那么红方呢 就是走冰主级 嗯 这个旗呢 就是总的来说呢 感觉呢 就是红方的推进速度还比较快 嗯 黑方呢 要应付他就跑了进四 嗯 让他去吃点 吃过来 换掉 然后他跑了平息的时候呢 他就不要这个向了 他马上进去 哦 直接跳 对打 对 这个最著名的这个便利呢 就是1993年个人赛啊 嗯 这个徐云川对这言不清 他说从那个时候 以后 这个黑方这么早的人 就越来越少 这个本来是红华 嗯 这个率先呢 这个走的招法 嗯 并且取得了非 非常好的战刑 因为这张旗也看着挺有想法 我先保留一个 对 对吧 所以后来也基本上都以这个 泡尔平三呢 比较实惠 嗯 就是说的 如果你躲居 那这个七居就平稳 是 如果你吃居呢 我就多一个族 我再打你一个项 对对对 在物质上先取得 比较丰厚的回报 嗯 然后他居发进去 胡方要想 球战必须要吃居 嗯 如果他回去的话 这其实就 其实这个棋啊 是这场比赛的第七轮 嗯 第七轮 这个这个形势激烈到什么程度呢 除了上海九城之夜 当时已经在前一轮 打倒入场圈之外 其他的形势就一片混乱 嗯 嗯 当时是这个开栏集团 有希望 然后广州 那就是说董博代表的这个队 对对对 当时是湖北队 湖北队有希望 然后安徽 湖北队最后是没升上来 升上来 但是跟他一起同分的都赢了 哦 然后当时还有这个安徽 祈愿队有希望 嗯 这个非常的胶着 当时包括杭州队 好像还是有一点希望 马上就这一灯 好 我们一边介绍的 我们再让大家来看这个棋局进程 反正总之呢 女子赛场拼的也很厉害 所以这盘棋呢 叫开栏股份呢 不能输 哦 就是这场比赛 他不能输 他拿一分 他就可以晋级 因为有三个名额 那么红方呢 就是想 争取把这棋局走复杂 棋手非常 压力非常非常大 就是在这场比赛之前 就大家这个分已经 这个一目了然了 就压力非常大 那他和马上就三 对 确实是呢 14个队友争三个名额 嗯 嗯 不多不少 反正你不能犯 太多的错 对对 然后红方采用的是这个 这个 拘二瓶四 这个 嗯 这个 功法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很多种功法 有抛极瓶六 对 大致的走法就是 退抛一打 啊 红方在退 这个时候黑方有 拘二平方对局 你吃他 他抛三瓶二 这个男子也走得比较多 但是这个 棋局比较 啊 激烈 那么还有就是老师的走法相当性 对方足三级 马上冲 他在退 退 他再拘 他就是蹬出去 然后再拘二平七 跟那个 这盘棋的变化呢 能够形成的疏突同归 嗯 但实战当中呢 红方先走拘二平四 然后他呢 拘二平六 然后他再再飞 嗯 他就是让你拘二平六 先走过来 嗯 然后呢 你这个将来 这样没地方出 嗯 其实呢 黑方也是可以 再走 再走回去 他就拘 嗯 然后这时候出 红方就把它蹬掉 因为这个时候黑方不能逃炮 他只能去谋求患子 打掉 打掉 凭去吃 对 凭去吃 对方只能退炮 退炮 他又打中向 反正对气特别热呢 打中向一将 嗯 然后他再打了 换掉 然后再抛弃平六 对 然后上降 上降 然后红方再跳马 大致呢 就是说的 形成红方多一些视相 黑方多紫 对 啊 互有顾及 红方可能位置 还快一点 黑方呢 如果应对的合理的话呢 也是 可可以 足可抗衡 这么一个结论 嗯 那黑方跳 他没有走那个 他吃炮了 直接吃了 吃炮了的这个旗呢 就等于黑方的居酒瓶六便宜了 对 所以这个旗黑方就反显了 对 就等于黑方白走了一个居酒瓶六 本来应该是他走居酒瓶六 这下的也是挺多波折的 冰雾级去六斤四 这一段收方下的倒还可以 还较为正常 这个进程 炮了瓶级一勾 嗯 他现在老叫出来 出来 他足气筋一冲 啊 送了一个 然后他飞掉 不 他好像这个炮六斤四 怎么走了这么一个动作 没有 他后面走的 后面走的 对 是先走的吧 我觉得他 居六斤四的时候 他先走了炮六斤四 是的 是的 你说的对 嗯 炮六斤四 他交换了一个 交换了一个次序 嗯 他这样呢 进了一个编组 他这样就是打了一僵 然后把项打回去了 把一僵上来 一僵上来 炮气退四一打 嗯 然后这时候呢 红方又下了一个炮就退四 因为他觉得那个炮有点虚 对 就不工整 他就退回来了 嗯 这期的就是说红方呢 就现在应该说黑方 我觉得还不错了 嗯 就是绕了一大圈以后啊 有炮虚 就全向怕炮 嗯 他不肯对啊 嗯 所以他走炮气段 想运这个炮 他想 嗯 对 他想运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对了这期就平平稳稳的好 对了 就是说他黑方呢 可以一律于不败 对 就是说他整体来看他是 他不输就行 对 但是董波呢 是不是也想跟对方战斗一下 嗯 他那个刚刚进炮的时候交换了一出效 嗯 这样他一僵 一僵 然后他进家了 对 就是在他炮烈瓶漆那个地方 他有炮烈瓶漆跟降火瓶漆的交换 他现在走这个 对 炮气平发 对 这时也不要紧 嗯 但是这样的话他底线这种 是不是就会多一些 嗯 这个期也没事 这个期作为黑方来讲也关系不大 嗯 他打 他先打 嗯 他去退了一步 对 如果更稳一点就退两步 退一步也没关系 这期 退一步 反正 就是胡锅如果你打 如果你打相的话 他就飞掉你 你再将他回相 吃了 吃了他就出降 出降他多个冲吧 冲 冲也不大 反正你冲我就 对反正最多是还回去一个就是了 你抽一样我上枪你吃 我让我冲我冲死 你冲他也可以上来 也不差 就是说你要愿意换一个兵把这个事象吃回去也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期呢 黑方由于有雄厚多 都两个像物质 对物质 所以 就是说你先打相 是一个战术 黑方呢 如果走对的话 是肯定 形式也是不错的 嗯 他先下底炮了 他出来 他出来 对 那红方也没忘了 泡姜一打 就是强硬地打吧 泡姜一打 泡八斤五姜 嗯 回去 对 这个棋呢 就是实际上是黑方形式比较好 其实 对 黑方不差 起码是 就是 特别好 我没看出来 但我觉得不差了 就是黑方这棋是先动手 对呀 红方 他这儿泡来回姜了几下 一浆就下去 然后他再这个底炮 那关系不大 嗯 对 那他没有办法 那只能换 嗯 这个地方呢 本来就是 可能是要合的 奔着合的这个趋势发展 嗯 嗯 他呀 这个时候 浆了一句 浆了一下 其实浆也是多余 浆也可以 应该是直接吃 这个棋 嗯 这个棋应该直接吃吧 会放好 就这个棋 你看浆一区 它有什么 恶果啊 它可以进降了 然后你再吃炮的时候呢 你这个棋都没有利用了 你把他老是在外边吧 嗯 你将来好有一个平居的先手 但他这个底下多一个 然后啊 将来有个退底炮 哦 平居是一个轿 然后将来有机会退底炮打 你看这个棋啊 红方就应该很简单一进降 你吃 它退去一饱 嗯 这个棋你也攻不动 大家都少两个项 现在变成红方多一个中兵了 对对对 这个棋我忍了一点也没关系 你没有办法 对对对对 你也没招 这个中兵就很大了 太大了 这个棋如果这么下去 虎帮可以稳持这个优势 好 所以说他 他们俩实在这个凑筋凑出了 他实在是一将 他应该进了 对他进降就占优了 他又走这个 这个纯属白送了 但是这个知识他应该吃了 他一杀一将再吃 对对 黑方明显快 对 他又去吃这个了 这个双方可能确实是 呃 下得有点失常 嗯 就正如你刚才所说啊 这个 压力都特别大 对由于是最后这一轮比赛 事关两个队的 升级 对 生死 这是广州队只有赢 才可以进击 对 然后这个开联队呢 是打平就没进击 所以施凤岸呢 你看这个平时挺泼辣的小姑娘 对 他也紧张了 走出这种这个 15级六的这种棋 很难想象的坏 当时呢 这个最妙的是旁边那盘棋 是钢青鹰对阵 他们的这个安娜 嗯 这盘棋呢 这个钢青鹰上来 这个形式就特别不妙了 但是董博就想收 但是谁知道这个 这个董博就想拼 对 然后谁知道没拼下来 但是钢青鹰翻盘了 所以说这个 在压力下 女子赛场啊 这个有的那个教练都跟我说 看得更紧张 很多人都不敢去 说他一到赛场一看 一会他好一会他不好 这个心一直是选择的 对对 他跑八特一 但女子 也有女子下的这个味道 比较热闹 对对 他有时候比男子弓的还凶 好看 是有的时候 满三斤二 对 这个棋呢 就是逐步呢 就是应该说 这肯定是洪方好了 对 多了这种病 对 然后他满不前六 最后又又走了一个戏举的棋 对 但是这个棋呢 应该下马蜜静 对 这个地方洪方啊 多此一许 向流退一是换戏的 这一跳啊 就跳死了 对对对 他要有这支式 他还是狙击平二 对 就这儿了 对 这支式狙击平二 就杀掉了 对对 如果你金匠也是 他也是一将 他一平 就是杀掉了 因为你拘 坎士不是时间杀 他上将 你再一张 他三楼 抽什么都没用了 对 这个棋就输了 这个棋呢 就是洪方等于是 他这一沉 他误以为是先上 对 对 对方也没有抓到 对 对 好 那我们进程快点 待会还有个对局 要给大家讲 一将一下 嗯 他这个时候下了一个 拘棋退三 嗯 这个棋 泡八斤一起没有 他是这样 下了一个拘六 拘棋退三 这个棋很棒的 这样不行 就是这个棋呢 因为你来不及平拘了 对 而且现在你这抓马什么都没有 他有一将啊 白砍马 对 他这有跳将 那总之呢 这个棋就简单了 他这个时候再将进来 对 跳将出 这就不杀了 你看这个棋就差这么一点 好 泡八斤再将 上来 他不能就是这么将死了 对 就是十四斤用这么将死了 对对对 他马七退八了 在这个局面下 举棋平四一将 十五斤四 十五斤六 他马二斤三只一跳 这样的话 红方就 就红方有多种八 对 这样的话就不行了 马八退九对掉 就是对局 他也要一样 也不行了 对对掉 金瘦 然后橘子平 这样散掉 把这个炮捉死了 对 这个翻盘翻得有点可惜 因为中间有那么好的一个机会 双方呢 搓进搓出 看谁下头最后 稍后呢 还有精彩的 再带给你 那这盘棋呢 是上海九城之夜的这个董家棋 对阵安辉棋院的赵银 这盘棋也是说 这个安辉队必须要战胜对手 才能拿到最后一张入场圈 那你最后安辉呢 最后安辉确实也赢了 就是倚仗着赵银的这盘的胜利 这个1.5比0.5获胜 他是走的趋头吧 他走的七兵 逐七进一 他下的这个是总版盘和 九二进六 七进六 赵银呢 是一个九经沙场的老校 董家棋呢 应该说是还比较这个年轻 少年选手 代表上海队呢 这个出战 因为也可以这么说 上海队提前一轮出现之后呢 一直是欧阳麒麟跟这个郑一盈搭档 就是提前一轮小组积分第一出现了 那么这一轮就派上了这个董家棋 也算是练领兵 赵银呢 等于是面对小将呢 他采用了非常冷僻的这个走法 他也是 在策略上也很重要 对 因为你跟对手这个下棋啊 你选择什么样的策略 对 什么时候进 什么时候收 对 要用什么样的布局 赵银呢 等于走了这一个老谱 对 最流行的都是走狙击一些在 当然老谱像他进五也是可以的 他现在就突然发动这个进攻了 那么这个进攻到底好不好呢 我们去往下看 这样平四 嗯 然后黑方呢 马六斤八 这个棋呢 就是作为红方来讲的 一般呢都是走并三斤 嗯 就是来弃子 然后黑方走 马八斤一蹬 然后红方走炮银四 炮银四打了 对 这样呢 打一个空头 然后打一个马 你如果逃马 我空头就厉害了 只能换掉 如果你把灯 他去杀一架 然后黑方有炮尔屏幕 有十度镜五 两种走法 然后打掉 再打 比如说成个底套 嗯 就这个棋呢 就是 一个又有待进一步 这个重新审定这么一个棋 这红方呢 还是多兵呢 我觉得还好下一些 嗯 反正黑方看起来也挺凶的 对 但是红方比如说可以补试啊 将来再补项啊 这大于是 红方呢 就是说如果度过了黑方这个攻势以后呢 毕竟物质还是有勇士 进入也好 对 但是黑方呢 也有棋手呢 乐于呢 去这么强 强行的下 对 就是说这一路变化呢 等于黑方呢 虽然没有成算 但是可以把这个局面呢 搅浑 搅浑 对 所以这个棋下起来 也挺有意思 对 这个董家起可能对这个变化呢 不是很熟悉 所以他临场当中呢 他也没有这么去选 他就是避急锋芒 把这个马呢 退回来了 这儿黑方呢 就是等于 闹了一个 这黑方呢 等于很平稳的 把这个局面 也可以考虑走 炮八起 你先打一下 好 就是红方 先打这个是吧 给它打低一点 反正也是利比三万 对 但现在一阵 白头炮 马五进七 再跳 就让红方此地也都顺利调整出来了 但黑方过了一个组 就是这么一个局势 可能补了个市 嗯 这个局面呢 应该说红方 尽管先手不大呢 但是也还 还可以 这个棋 也能下 对 炮二进四 这条棋 下的也是挺凶的 一条棋 他的意思 如果你一走冰激进一的话 他有可能竹子你气了 对 你一蹬 他竹子你再过来 对 这个竹子也很厉害 攻到这儿 攻两个马 这红方 他你竹子你冲 他有可能先压你一下 不 压不 压不 你觉得压不好 他很像棋子 就是连棋 你打一个像嘛 对他 好像 那以后是不是还有炮瓶棋 在打这个像 反正这棋看起来 那打这个像 他在飞 飞 他蹬地面 反正也挺热闹的 这个棋 这个棋就说 红方兵棋 他不会这么走 也是一个非常复杂 力求复杂的一个下方 不好 应该竹子你 黑方 对 还是战右 拉住是对的 一打 红方的逃向 也是正确 他继续平二 出来 这个棋 就是又到中局 这时的路口了 这个进马 就是导致 这个局势 不好控制 如果从客观上来讲 红方这个棋应该走 推不去 这儿荣誉控制住 然后红方再转一个市 再吃 这个棋就形成一个互有顾忌 因为下方棋 有吃相 这些仙手 总的来说 这个棋就是说的 双互有顾忌 等于黑方有一个足过河 但是缺吃相 是这么回事 这个棋基本上军事 但是这个 当然他进马就看起来 这个 进马是仙手 但是黑方有这么一个 巧手 对 把红方的鞠组住了 又打住了 又在这儿逼队 对 红方肯定不能换 换了就吃大亏了 只能往里进 那黑方再举而进 尽管红方的马 是 胜利的腾进去了 但是你这个路太窄了 它主要没有后续手 对 太窄了 人家这么一手 你这个马 以后还有被捉的危险 没有后续手段 所以说这种进攻 就不是很成熟 就显得有点 冒进 它巨二平六 对 巨八进四 黑方 这样的话 我觉得黑方的戏 已经很扎实了 对 这个戏应该说 黑方还是 赚一点优势 对 红方又 巨六价 桌头 因为红方可能觉得 对 又怕对方 巨二平四拉 又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这个戏 它实战是直接碰了 它其实也可以考虑签 对 签是比较稳健 换就换了 换干净了 这儿的黑方 可以牢固的 这个战得优势 对 这个旗呢 就是说红方 吃炮也太草率 它应该走 巨子推二 还是先牵住 这个旗 先把这个巨 吞回来 先牵住 不给你这马 要不然给你这一灯 也挺烦的 这儿发展下去 应该是红方 还略好一些 对 它可能没注意 人这个进马 一灯 灯双举 是啊 马三进四一灯 这麻烦了 这也下了一个 比较巧 但是黑方呢 就简洁一点 也会捐进三 也可以切这个 但是它这样下的 比较简单 打了再灯上来 换掉 再灯 这儿通过这个转化呢 红方还是烧 稍亏了一点 过了一个兵 但是还是亏了一点 对 它马上现在 因为它这马速度太快了 对 它平平轿 它就二层色 马来金锡 人家先登黑江 这这个旗啊 它平平啊 这个太朝鲜 还是应该手一下 这旗不能让人 又顶一下 不等老舌将来 对 这个董达锡 作为一个少年旗手呢 也看出来就是说 出生牛都 薄叶虎的这种精神 但是这个旗呢 还下了不够老练 对 你后方线不稳 对 你没有那么好的一个 就是说 对 就是完全的胜算在这 一登江上来 就二屏四一拎 对 它这个时候 继续杀相 对 杀相的精 对方 为事 自己保重 对 这个时候它马八 马八进六 直接卷进来了 这个马进来还是太厉害了 对 对 但这个旗呢 就是黑方呢 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它也可以直接马起退伍 把这炮害了 让你剩两个马 这比较简单 它进这个时候 给红方这么一个炮 平六的机会 那么黑方走到这儿呢 就只能走炮平四了 它其实也可以 刚才像你说的换掉 对 这儿换炮 黑方也剩两个马 尽管黑方形势也不错 但是不如刚才 太慢了 不如流炮更好 对 就是说红方流不了炮 黑方能流炮 就是说黑方刚才应该更简明一下 对比较戏剧化的呢 就是说黑方呢 它射当中这个球战心切 它这个时候先跳了一将 它跳了一将 它也进将 它也出将 它登一将 飞向 它应该炮平四占有 炮平四 这时候顶住 这边还是个先手 它炮平四你打了 然后它再去 你打了登这个 对 你换掉它吃 它残局还是便宜 还是好一点 人家两个族 是吧 还是好一点 就这样的话一飞 实际上它走得跟进去一段 这让开其实也挺悬的 你看这个一将 上来 红旺这个下兵是个漏着 是吧 这个旗它应该走 马七六 对 这一招双用 对对对 不让你换这个马 对 你继续封住了 对对 而且还把这个象保住了 是 这个旗应该说 一举多得 这个旗可能黑方还比较被动 以后还有平炮打 各种手段 这个地方都有 对 它实际上走得下兵 它实际上往下下 那这个时候就吓出问题了 对方一蹬 确实是拜着这招旗 一蹬 现在要蹬式 然后还有闪击 这个旗红旺不好 对 红旺最主要不好补式 补了式以后将来这个炮 然后有姜 对啊 能泪上照姜了 它没办法把这个换掉了 这个旗红旺 有一个最顽强的轴 你觉得它应该怎么 浸泡打是吗 它有这么一轴 但是临乘 它不敢这么 这个有点看不清楚 我容易被僵死 但是这没事 它就拘出不来 然后它再回报 这个旗啊 还真没事 我还装着摆着一下 这个旗反正看着 如果你僵的话 它就马7-6 然后它老是杀中兵 杀回来的旗 反正这个旗看着呢 是啊 看着旋 所以它临场不敢走了 这么旋的话 但是呢 它走这个实战的招法呢 红旺马上就崩溃了 对 就这个旗应该这么走 然后给推翻了 是吧 如果你据二级 它再进破打 然后它再收回来 因为它走其他的旗啊 就 这个旗下成这样的时候 它 对啊 马7退伍 前马退伍 它换炮 它换炮了以后呢 它已经是担心 它这个平炮 这个永远是存着 存着一样 它就一个浸泡打 它是唯一的 这个解救的一个妙手 它这样换完了之后 等于是黑方干净了 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这个旗 对 是吧 人还蹬着你试 这边换着马 是啊 你无论怎么就要换 它这个一化解 就给你吃回来 对 你马如果逃了的话 它就蹬你试 然后你 对 学一个像 学一个试 对 也很危险 你很危险啊 是吧 看来这个董家琪呢 这个小朋友 还是 还得练 对对 还是不够 不够老练和成熟 对 这个 就吃了 嗯 那这样一下就解明了嘛 对 是吧 那红旺只能吃回来 对 吃了 人家居一杀起来 这个就变成一个 对 非常简明的一个 后边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再给大家 多摆几步 这个旗呢 对 黑方主要多两个族 而且这种残局 有兵的情况下啊 是黑方明天好下 那当然了 就说 他有一个兵 就红旺都很难下 关键是你少像啊 对 你这个缺一个视像 因为特别残局啊 他这个马的活动空间大 嗯 居马啊 有冷招 对 然后你这个狙炮吧 你没有兵嘛 你很难对它构成 特别大的威胁 没错 嗯 而这个位置也是黑方 然后居马又有冷招 处于这种进攻的状态 对 好 而且他这个这个 这个棋局 这个时候再想控制 其实是已经守不住了 对 因为他只要慢慢地 把兵推进来 就可以够赢了 我们看 黑方 赵云 他打将 将下降 再捉 对 他使用捉炮 又是先手 对 再进来 马不退六 他是进来还是上来 上来了 上来 马不退六 马不退六 嗯 向九退七 兵八 进一 嗯 兵就跑了 嗯 举七平四 对 对 这个棋呢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不再给大家呢 再多讲了 最终呢 黑方取得了 这也是一个必胜残局了 就黑方要赢 对 因为他主要能保住这个马 这个两个族呢 对 过来将来一个族换两个式啊 对 等等吧 有多种基础工作方案 没错 没错 嗯 行 感谢大家对这个象棋比赛的这个关注 那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女子象棋的奖机联赛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感谢各位旗友的收看 再见